那麼凌晨三點多公 是淺津區中華三路的 這間早餐店 可以看到一名紅衣男子 是坐在座位上 不過他前面是擺了啤酒 原來他疑似是喝醉了 對著早餐店裡的人咆哮 那麼這個白衣男子是嚇到了 當場是對他來嗆聲 來看一下當時的狀況 台大人做生意才會開箭 沒有 不然就好 你酒酒都在那裡 沒有想到這個紅衣男子 他自己後來還報警了 那麼警方不久就抵達 拿出手銬要約制他 把他帶回保護管束 不過他一度落跑 但是最後得知 警方是表示 最後有將這一名男子 給帶回派出所 那麼根據了解 這是一名50歲的徐姓男子 他當時已經是喝到泥醉的狀況 原警表示 為了避免造成其他人的傷害 將他帶反鎖來進行管束 那麼等他清醒後 再讓他回家 東森新聞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我燥月 分享兩次 我燤月